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英特尔前段时间的玩火 虽然受到了网上的疯狂抨击 但反制的声音却不是很大 难道只是因为英特尔公开道歉 就熄灭了这团火? 客观来说 行为不值得中国消费者原谅 但现实却让中国消费者不得不原谅 所以英特尔的打太奇 受伤的不是中国消费者 而是国产芯片 这把火无疑烧着了国产芯片 根据数据显示 在今年二季度的桌面端处理器市场 英特尔处理器市场份额高达82.9% 同样在今年二季度 服务器端英特尔产品的市场份额 高达90.5% 由此可见 现如今只要是使用电脑的朋友 大部分都在使用英特尔产品 这不是垄断 而是一种技术的领先 从事实角度出发 国产芯片已经开始具备了 和英特尔竞争的能力 当前 计算处理器主要有 CPU GPU NPU 以及大型计算处理 以及大型计算处理芯片 但是 无论这类芯片的速度有多快 性能有多强 它们都依然是摩尔定律时代的 普通处理器 而作为下一代革命性的量子计算的研究 越来越深入 新的量子芯片和光子芯片的研发 已经开始斩头漏脚了 日前 国内一家公司 西智科技 发布了新一代光子计算处理器 PACE 一级赫兹频率下 某些运算的性能 就是GPU的数百倍了 据他们所说 其最新高性能光子计算处理器 PACE 光子计算引擎 单个光子芯片中 集成超过一万个光子器件 运行一级赫兹系统时中 运行特定循环神经网络速度 可达英伟达RTX3080的350倍 提供的算力是上一代处理器的 100万倍以上 PACE成功验证了光子计算的优越性 是西智科技 在集成电路产业的 又一重大突破 光子芯片之所以能取得 这样快速的进步 一定程度上 是源于芯片封装技术上的 重大突破 PACE的核心部分 由一块集成硅光片 和一块CMOS微电子芯片 采用倒封装而成 目前 传统光模块主要采用 3V组半导体芯片 高速电路硅芯片 光学组件等器件封装而成 本质上属于电护帘 而随着晶体管加工尺寸的逐渐缩小 电护帘将逐渐面临传输瓶颈 在此背景下 硅光子技术填补了技术应用的缺位 传统的信号传输是电信号 基于硅芯片的光子学技术 通过光波导传输数据 而非传统集成电路中 用同互连线传输电信号 也就是说 硅光技术的核心理念是以光带电 采用激光束代替电子信号传输数据 将光学器件与电子组件 整合至一个独立的微芯片中 在硅片上 用光取代传统铜线 作为信息传导介质 大大提升芯片之间的连接速度 能够实现更高的数据速率 也不存在电磁干扰问题 同时达到降低芯片功耗的目的 近日 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 在国内率先完成了 1.6TBS 硅基光收芯片的联合研制和功能验证 实现了我国硅光芯片技术 向TBS级的首次跨越 该工作刷新了国内此前单片光 互联速率和互联密度的最好水平 展现出硅光技术的超高速 超高密度 高可扩展性等突出优势 为下一代数据中心内的宽带互联 提供了可靠的光芯片解决方案 英特尔在国内表明错误立场 结果一个毫无诚意的道歉 就想把事情糊弄过去 之前其他有此态度的大牌企业 都遭受了严厉抵制 以及造成市场份额损失 但对英特尔却别无其他 或许在英特尔看来 知道市场离不开它 只因为市场需要英特尔的CPU和X86架构 所以才能这般全然不顾 可如果有相应的替代品 可随时进行设备产品的替换 估计英特尔就该着急了 而这样的替代品已经悄然上市 在国内芯片巨头龙芯中科 和统信软件的支持下 从国产芯片架构到国产操作系统 都实现了自主化投产应用 了解龙芯中科和统信软件的人都知道 这两家中国企业深耕PC端市场 一个掌握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Longarch架构指令级 另一个实现了统一 UOS操作系统的发布 所以这种双国产架构芯片的组合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外的依赖 而且在实际应用当中 这种组合带来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通过多架构镜像能力和引流切换能力 实现龙芯服务器集群的统一构建 保障了业务的稳定运转 在进行一个月的追踪过程中 发现迁移后的服务器系统稳定运行 证明了双国产架构 是可以满足核心运营商使用需求的 由此可见 国产芯片架构加国产操作系统架构 取得的效果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 让国产有能力做到实际应用可控 如果是以前 多半会采用国外的芯片和操作系统 来进行服务器应用 但是现在 经过国产厂商的努力之后 已经有了很大 为国产服务器等诸多场景 带来国产技术服务 第二个方面是 带来稳定的性能 做到可控的同时 还实现了性能保障 此次参与应用的 龙芯3C5000L 是专用于服务器领域的通用芯片 属于龙芯中科5000系列的 一大产品力作 在基于自主指令及架构设计的情况下 与新软件强强联手 带来了稳定的性能 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可控 而且还有性能保障 目前双国产架构芯片的组合 已经投产上市 虽然不是面向 个人消费者用户的 但意义依旧十分重大 尤其是对英特尔而言 恐怕英特尔要沉不住气了 英特尔正在加快芯片制造 还希望美国能向英特尔提供补贴 另外英特尔正在亚利桑那州 马来西亚等地投资建厂 这些举动或许会让英特尔掌握一定的芯片制造市场话语权 英特尔为何如此着急行动呢 估计和业务的运转有关系 英特尔已经将闪存业务卖给了SK海力士 这笔交易刚刚获得了中国监管的批准 而英特尔的芯片制造业务停留在10纳米不见起色 加快建厂就是为了进行追赶 还有AMD也在加快PC市场的影响力 英特尔若不是靠着酷锐等系列芯片 以及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地位 未必敢在涉疆事件上如此跋扈 可让英特尔没想到的是 国产双架构芯片突破这么快 这意味着英特尔已经有被替代的可能性 联系到英特尔吃饭杂碗的行为 即便走到这一步那也是自找的 华为精密制造有限公司12月28日成立 华为内部人士透露 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具备一定规模的量产 和小批量试制能力 但主要用于满足华为自有产品的系统集成需求 华为精密制造法定代表人 为李建国注册资本6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包含光通信设备制造 光电子器件制造 电子源器件制造 半导体分离器件制造等 其查查股权穿透显示 该公司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百分之百控股 上述人士说 我们不生产芯片 主要业务是华为无限 数字能源等产品的部分核心器件 模组部件的精密制造 包括组装与封册 经营范围中提及的半导体分离器件 主要是分离器件的封装测试 国产芯片现在面临一个困境 落后大概在两至三代左右 但完全够办公室人员使用 所以不影响消费者支持国产 但问题在于 国产服务器端 桌面端处理器 其实非常贵 原因就是市场需求量不大 导致研发费用 生产费用 都要分摊到消费者身上 比如英特尔一年生产 一千万个处理器 那么前期的研发费用和设备费用 就要分摊到 这一千万个处理器当中 而国产一年只有十万个需求量 分担费用自然高 达不到量产 就会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 所以说国产芯片又到了关键的时刻 能不能挺过去 就要看企业高层的布局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